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 这个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 大致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浪去密 从而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问题真真正正可以解决到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当事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自己会怎么处理那件事呢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讲题 就是关于那个世界粮食的危机 那我最近就去了开罗埃及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约了一把朋友 那他们就来酒店接我的 那接着去他家 那当时我去上一些特别的课程 那结果那朋友就迟了成个几钟才到酒店 那奇怪了 那我觉得他不会很手势的人 那原来呢 那当时呢 当日呢 刚刚刚埃及呢 在开罗呢 很多人示威 在路上示威 那令到交通受阻 那所以这些朋友就迟了迟了来的 那就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香港人来的 就很少会真真正正遇到这类的问题的 那虽然传媒都有一些小小铺 那香港人就冠名去买 超市买多些米 那就是煮米这样 整个市场的米 米仓那里没有了米 虽然有多久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 一个上午啦 但是拍张照片出来是很惹人的 整个大一个仓呢 是一袋米都没有 仓围那个shelf 市场那个仓啊 里面的仓不是外面的那些仓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 就是一个街铃警察看到 你又不立刻冲到街上买 真是挺奇怪的 幸好我很喜欢看这些新闻 电视上很少开来看 所以我都完全不知情 但是在开罗呢 就遇到这些情况啦 但我也知道 在报章上都看到啦 譬如好像海地 整个政府被他推倒了 因为那些人真的不够食粮啊 这个问题 那听说呢 菲律宾啊 都有这方面的抗议 和骚乱的行为 那那 事实上呢 我们就是 一向呢 都开始 最近所关注的问题呢 都是关于那个 原油的那个 那个价格呢 是一路飙升啦 那已经超过110元美金一桶啦 那现在有130元 现在有130元 200元美金一桶 哈哈哈哈 那就是呢 还有美元不断地跌的 那又有富岸基 那之后呢 没有多久 又有另外一个危机啦 那就是量式的危机 好了 那我不买菜啦 我不知道 外面的东西 贵了多少 那但是呢 你看看那个市场 那个国际市场的 杜米价格呢 那过去一个月里面呢 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50%的 那而在去年同期相比 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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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米价格呢 那那 那那 那一种 那一种恐慌的行为 那那 事实上香港最近也听到很多罐头、基本食粮的价格真的调高了很多 有时我经常这样想,一遇到这个消息,我经常这样想 其实为什么呢?是否那些人突然之间不种米呢? 突然间有什么天灾,谷物收成有问题呢? 但我们真的不太觉得有这些东西 听到这些东西吗?是否这些东西不做呢? 梁芳这件事已经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 梁芳觉得没有梁食这个问题 对我这个家庭来说,我太爷的年代就会 一百年前就会 就是打仗那时 除了战战战战战 基本上没有什么梁芳 基本上我们是连牙肚子都没试过 对 对 除了你去基金三十年,我没得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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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埃及的那條片 最令我襯臨的告訴你 就是講秘魯 即是南美的國家 因為我在那裏做過事 我知道 秘魯是一個農業發達國家 泥土非常肥肉 物種之多 豐富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秘 種芒果大大又好吃又甜 非常便宜 秘魯人 最令他覺得自豪 就是這個世界餓死實 秘魯都不會餓死人 這樣講一講 但我竟然看到一條片 就是秘魯是 漏夜去貧民區 用直升機 飛下來 即是逐家會去派米 這令我那裏很害怕 真是 這個應該不會發生的 經驗是迫在未知 好了 但是到底下 我們現在的全球糧食 是不是真的短缺呢 但是你看回的 其實數據 其實不是的 他說 近年全球糧食的產量 一直溫和增長 從來未出現過嚴重的 失修這個問題 到2007年 他達到創紀錄的 21.3億噸的 米糧的產量 既然產量還未減 那目前糧價的暴漲呢 糧食所謂短缺的局面 其實是甚麼因素造成呢 即我看到 不是說種得少了 那個產量少了 其實產量已經可以創紀錄高的 如果米我就知道為甚麼 因為 中國其實 雖然它有很多人去種米 但是它是一個 最大的米的消耗國 最大的米的出口國 最大米的出口國 最大米的出口國是 泰國 越南 越南或者以前的 緬甸 緬甸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你知道嗎 全世界是米 最擅長的 都會收兩造 一年收兩次 收成 那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叫上熟 即是 中國的大地方的上熟 即是 米經上是上熟 你說那些地方 多繁榮 但是 Burman 即是緬甸 可以一年收四次 四次收成米 即是 你插甚麼都會生 即是 現在緬甸 最後不行 因為 軍政府 即是 令到人生存 生存 也有問題 即是 不要說更米 即是 其實我們看到的事實 基本上 不是說我們產量不夠 當然 我們一向都知道 其實世界各國 都是對糧食方面 是國家有不同的方法 是穩定它的 是吧 譬如 其實歐洲國家 美國國家 那些糧食這麼便宜 根本不是因為它真的這麼便宜 但是政府津貼得很厲害 可以差不多 好像說 可能 五倍是政府去津貼的 所以其實任何國家都知道的 糧食 就不可以說 一個所謂的自由市場 你都控制這麼簡單的 自由市場可以變自由控制 食物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 突然間不能吃 所以 自由市場 其實在糧食方面 是一個禱 根本沒有自由 從來沒有自由 沒有國家會給自由發展 每個人都是津貼的 過去很多國家都是 為何我們在全球一體化裡面 世界貿易組織 那麼多爭拗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說 要開關 開關給大家互相 然後把食物 自由競爭來入 大家都知道 沒有個人是自由競爭 因為每個人都是有津貼的 所以很多農民都知道 你說什麼鬼 在歐洲 你根本全部都是農民 你自己都津貼了 你拿津貼的食物 和我們來撼 或者我們國家津貼得少 所以 其實說不通 從來都不可以為一個自由經濟 各個角度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好了 既然 我們的糧食 根本就不是說不夠 而每個國家 大部分 不多不少 都是政府 都看實的糧價 那你剛才你說 剛才所說 如果是政府 政府知道 都會做些事 當然有些國家 就給錢 派些錢 等他們可以 可以 處理到 暫時的 希望 糧價的高升 因為食物的價錢 真的 不只是表面的供求 那麼簡單 很多市場的價錢 是市場能夠負擔的原因 它一定要令到糧食 是普通人都可以 因為 這個世界 工人不吃東西 是不可以做工的 是 火箭多厲害 飛車 是沒有用的 工人做事 工人不吃東西 就真的做不到 所以 表面一看 都可以看到 其實 它是有其他因素 不只是說 食物這麼高 因為食物短缺 所以 完全不是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 中國 富有得太快 其實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說 就是 有些 事實上是 人類歷史上 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 是這樣的 因為它可以 它現在有足夠的錢 去提高 它糧食的要求 是 例如 現在中國人 多了很多吃泰國米 你知不知泰國米 和普通米有什麼分別 泰國米零尺貴一點 是嗎 泰國米零尺貴一點 貴很多嗎 貴很多嗎 貴百分之二十 OK 零尺白零尺滑 如果你沒有吃過 你不知道 你比較 我不懂分 我吃了熟飯 我都吃了很少 小碗 由山都大 都是這麼多 快樂廚期 都吃了一碗小小碗 小都分不出 是 因為現在 中國有錢 它向食物的要求越來越高 譬如吃多了肉 一吃多了肉 已經很厲害了 是 一隻牛和一隻雞 要回一磅肉 一隻雞一磅肉 和一隻牛一磅肉 要用多少穀物去養 我這個資料 一公斤牛肉 要八公斤飼料 一公斤飼料 一公斤飼料 要兩公斤飼料 其實在能量方面 不止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這本書 很久的 這本書很出名 叫做The Dive for the New America John Robbins 寫的本 它根本在能源的消耗 其實是十對一 就是我們吃肉的習慣 等於我們全銀行全錢 一元之後 就是有拿回十元雞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很多這方面的資料講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根據聯合國的糧農組織 Foo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的統計 2007年直接給人類食物裡的穀糧 是謹佔當然世界糧食產量的一半都不夠 而全球要消除飢餓所需要填補的糧食缺口 僅僅是0.5億噸 即是說我們根本是 根本大部份的糧種出來都不是人吃了去的 所以問題去到哪裏呢 其中一部份就是 就是剛剛所說的 因為現在很多所謂發展中的國家 那些人的生活的消費能力一直高 那它改變習慣就開始多吃些 那些所謂肉類呀 珍收百味呀 那我們知道呢 那養動物是需要穀蕾的 那就是說呢 那要很多穀蕾來養這些動物 那你再吃的動物 那變成你所得來是很少的 那全世界作造飼料用途的糧食呢 是多少呢 是7.6億噸 那我剛才都說 人食的是10.1億噸 而動物食的是7.6億噸 那就是我們看到了 即是我們不吃肉 吃那些農作物就已經搞定了 是啊 夠了 那 John Robin在那本書 曾經說過 他說 要解決全世界那些飢餓問題 只要我們將我們吃肉的習慣 是減少十分之一 那就已經足夠的糧食 是走出來 是給全世界那些飢餓的人用 只要我們一般人的吃肉的習慣 是減少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的問題 是從哪裏來的 但是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 即是下一代 是吃肉多過吃素的 越來越多人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是 即是吃肉呢 是 有種上癮的感覺 不如你吃菜 或者吃飯 你吃到夠就停 但是吃肉很低的 因為我不知道有否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 有 有 吃完你還想吃 好像有上癮 可能裡面有些激素 吃肉類有很多激素 你見過一個人 吃牛扒 例如我吃16瓶牛扒 例如我吃16瓶牛扒 40瓶很多 告訴你 是的 即是兩個都吃完 那吃飯一向都是這樣 那中國有些是無飯不歡 但是他吃飯都是這樣 他不會突然之間 吃很多 他不會的 例如你吃一碗飯 兩碗飯 你不會突然之間有一天 吃三碗飯 即是這個我自己 不用study 我自己已經是 是的 他控制了我多久 即是 吃肉 即是怎麼說呢 李先生說是對的 即是 即是你吃了牛扒 你直接飽了 那個人 當然 你塞下去 你不會說 不想的 即是你還是想 如果有第二塊 是不會吃那麼多 但你總會有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是的 是的 當然總有一刻 真的受不了 沒有了 其實都可以解釋到 因為在那個營養學 可以解釋到 因為 如果你吃那些 譬如甜品 或者吃那些 即是單純的碳水化合物 那它很快變成糖分 即是你吸收 很快變成 那你很快 那種飽的感 容易得到的 那肉類當然消化很多 那即是要回到肉類 轉為一種能量 你用得到 令到你一種飽仔的感覺 那這個會慢一點點 那就可以說 你吃那個時候 你都不覺得飽 後來就覺得齊 下燒不到 還有 李嘉文 我都比較一下 譬如今年是2008年 嗯 比對回100年前 1908年 即是我們的祖先 你以為我們吃得好些 還是我們祖先吃得好些 什麼叫好先 好的意思是 對我們身體好些 即是很明顯 文明人的病 大部份 是我們口裏做出來的 100年前的人 一定沒有那麼富有 100年前的生產能力 一定沒有那麼高 不可以有那麼多 不同種類的生產 但是我們現在 反而我們吃的東西 是對我們身體差了 出現了很多 有些所謂的文明病 以前的人比較少很多 現在的癌症 最少我們現在 應該比我們100年前 我們的祖先 知道得多些 起碼認識多些 但是我們竟然 跟我們祖先比 我們竟然是吃得比他差 好奇怪 這件事 營養價值 食物的營養價值 差了 但是食物的量數 和充足一點 這個一定是 主要都是很明顯 現在的人 當你富庶的時候 我們談過 都是覺得 會吃肉 其實我發現 不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 現在 人的依賴性 重了很多 你問一個人 你應該吃些什麼 自救 他真的回答不到 吃些什麼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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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你 令到你的身體 感覺到 良好 感覺良好 他真的不知道 香港一般都沒有這方面的教育 但是你想想 吃東西是你的生命 一個很重要的 我怎樣虐待你 怎樣限制你 你都會吃東西 吃東西是你的生命 有關的 但是竟然 那些人 沒有什麼理你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人了解 還有在營養學裏面 這方面也有很多爭拗 甚至很簡單 我問你 你一天 普通需要多少卡路里 都沒有人能打到你 一般人 一般人當作是教育 其實是計得到的 你去找就行 去電腦下降到卡路里表 加一加就知道 是啊 但是沒有人做這件事 第一 在實行方面 即是困難些 我會趕上去2000 不是 我覺得那些人是懶了 一向你都不知道 直接不理他 是啊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吃得對 吃得好 其實健康已經差很遠 好 問題就是這處 我們現在經常說 食物五大類的食物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醫學上 營養學上 現在都沒有共識 即是哪個食物呢 是最好的 過去很多這方面的營養 其實根本沒有共識 你想想 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種人 沒錯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需求 我的餐單未必是適合你 你的餐單未適合他 其實現在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沒錯 應該每一個人都有 他自己 如果他對他的生命有注重 應該都知道他自己 應該計一計 他要多少卡路里 怎樣吃 不是只有卡路里 他的身體需要 對 始終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這些資料是哪些人做出來的 其實很多是食物公司做出來的 在早期在美國 好像五零年代 四零年代 其實沒有什麼營養學 這方面還是很初期 現在其實都是很初段 當時 學校裡面缺乏這方面的營養的貨本 結果你知不知道哪些公司 供應這些貨本給他們 就是牛奶公司 Dairy Industry 說到雪糕怎樣好 牛奶怎樣好 都是一種營養學的真心理 但是一般來說 當時的學校 在科學界上都不太懂 學校就當成全單照收 就中了很多這方面的訊息給別人 但你知不知道 我比對一百年前 那些人雖然沒有什麼知識 但他吃的東西可能是對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之前應該有一個傳統 是二千多年的農業社會 遺留下來 他不知道那樣東西有什麼營養 但他知道這樣吃的 吃得對的 起碼祖然的食物 比較上是多接近天然的 是有機的 食物的問題出現 即營養的問題出現 是在我們工業革命之後 令到我們的食物 可以不斷製作過的食物 然後白糖出現之後 以前沒有的 以前的糖是很矜貴 鹽也很矜貴 最近的海都是海鹽 當然你要的 鹽是唯一鹽去打仗 為什麼食物始終 土生土長 合乎季節的食物 其實基本就是上天的設計 但當我們工業革命出現之後 我們所謂的科學出現之後 其實我們將食物 不斷地來改造 精煉提煉 將很多的基本營養 破壞了 我們開始才出現健康的問題 所以以前的人的健康 食物的營養肯定一定好過現在 因為以前的人 沒有這麼多精煉過的食物出現過 沒有白糖 根本是不會有的 吃的機會都很少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營養學方面 其實背後的資料 其實是不太可靠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一些 既低利益 大藥廠大食物公司 是做出來的 其實很多現在的所謂的 營養師 其實那些學校的經費 大部分都是受這些 大財團的供應 所以他教出來的那套 也是這一套的訊息 所以可以這麼說 營養學其實是一個 很不科學的科學 當然你說計基本的卡路利 當然可以計到 但是有很多時候 起碼說在減肥的問題 我們知道 肥人的卡路利的進食 普遍比瘦人更少 所以不只是卡路利的問題 也看我們身體的基本生存代謝 有些人是傾向食素 有些人是傾向食素 有些人是傾向食多些肉 他才會覺得 對他來說更加運作得好 所以這個就是 在營養學方面 其實是很多的矛盾 但是當然 基本策略上 都是你盡量吃一些 完整的 土生土長的 合乎時令的 這種食物基本上 不會坐到哪裏 但我告訴你 因為全球化 你這些食物吃不到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超級四層 買了薯仔 那薯仔是哪裏運來的 抱怨水佬 是啊 全球化的那裏是平的 是啊 可以解釋到 為何我們現在的健康 一直每況而下 好 我們跟回剛才所說 基本上 糧食不足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的食物改了 我們開始吃多些肉類 肉類需要多些穀類 所以我們間接吃的食物 令到很多穀類浪費在我們的治療方面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其實我們也聽到 我們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做一些新化燃料 用那些月醇的酒精 用來做代替電油 在中國也有這個情況 就是釀酒 當你生活好了 可以喝白酒 什麼酒 普通來 如果釀一公斤的普通白酒 那個穀量要兩到三公斤 而釀一公斤的茅台 或者五糧液這種高檔的白酒 也都消耗近五公斤的糧食 這樣就是一樣 如果你喜歡喝酒 這樣就消耗了很多穀類的方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在巴西那裏 大家知道 巴西它現在基本上 是那個電油、原油是自吸自觸的 因為它是將很多的穀類 那些大豆可以把它種出來 是用來製造酒精的月醇 幫助它行車用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導致現在的食物的成本不斷地高漲 當然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那個始終一個能源 那糧食和我們那個能源的價格 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因為石油不單止給我們 就是給一些柴油 我們令到我們可以運作農業的機器和運輸 很多的農民的化肥 其實都是跟石油相關的 如果你種田就知道 拖拉機要用汽油 你運作農作物出去又要汽油 那隻雞鳥要暖住它 那些燈也是汽油 那隻牛太熱了 你要煮冷氣又是汽油 一汽油一貴 其實農作物一定貴 即是大家是相關的 這是很容易解釋到的 現在的人生活好了 慢慢將它可以耕地 可以耕種地 改為做一個樓房的用途 做了住宅 做了工廠 建了工廠 即是現在 即是現在 即是耕用地是慢慢越來越受 即是一定不會多 只會是少 即是未來的糧食 你要解決一定要將 每一吋的農地的出口 產量要提高才可以 是 好了 還有一個資料 我以前都沒想到這麼離譜 在美國現在的人很流行 即是駕駛那些SUV那些 大大駕那些四驅車 那要用四驅車這些油箱 要加滿用生物燃料 加滿一廳的 所需要的食糧 大概相當於一個人的 一言的口量 一言 你知道車是多少 三千cc 給你 即是入救一廳油 只可以用一個人 一言的口量 即是你可以看到 問題在哪裏 好 大家休息 一會兒我們會繼續 大家有興趣的話 希望可以打電話 和我們參加我們今次的討論 休息之後再繼續 唉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 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哈 醫生 你剛才講了很多 那些什麼 因為 即是一些穀物 用來做燃料 做生物燃料 那有些人就說 那你 做這些燃料 可能就環保一點 這樣 這樣 所以 但是有些人就抨擊 那你為了環保 那就寧願拿些 拿些米去 餵那些車 都不肯餵那些人 這樣 甚至乎有 譬如說 有個什麼 叫做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這個叫 高產量農業科技之父 叫做 Norman Boruck的人 就說 這些綠色組織的政治壓力 就是解決 非洲良方的最大障礙 他就 覺得 大部分 這些環保稅客 實際上 是從來 未熬過餓的一班精英 所以 他們不知 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有些這樣的說法 那你覺得怎樣 是做生化科技 基因科技的科學家 所謂 應該是這些人的背景 不要緊的 大家想想 我剛才所說 是關於巴西 巴西 因為我有一陣子 外生在那邊住 有時候 家人去探訪 大家都知道 真的 你到處都可以買到 這些酒精的燃料 但是 很明顯 他們做這件事不是因為環保 因為油貴 因為油貴 然後你就會一直跌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石油已經變成這樣 石油是一個 不是無窮盡的能源 是會有用盡的那一天 在巴西這個國家 脈搏 即地帶 很多人開車 好像美國那樣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需要那個電油很厲害 所以基於他們 因為不夠電油 外面又運得有限 自己可以種種 完全不是因為基於環保 因為 在巴西他發現 因為這件事 要種很多的玉米 在衛星那邊已經看到 它不斷地破壞 亞馬遜的熱帶雨林 其實這個動作完全破壞環境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因為環保分子 導出這件事 簡直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原因 大家都知道 辣植油 糧食也有去到盡頭那天 因為主要是我們那個 耕地開始有局限 還有主要是我們的水源有局限 我們的問題 不是單單是環保的考慮 是我們真的有限的資源就到盡頭 我們都繼續用這種方法去做 是處理不到的 剛才講到這位諾貝爾獎 科學家這樣說 其實在現在 都有一種爭拗 有些人這樣說 解決糧方的問題 就是用我們高科技的穀糧 我有很多基因改造的穀類 可以去一些很厚力的環境 都可以生長的 你可以看到 很多這方面的訊息 起碼在大傳媒那裏 是一段地放出來的 其他的另外一個訊息 為什麼基因那些問題 食物那些問題 是很少說的 所以我有時候想想 其實這些所謂的糧方 這件事 會不會有這些 背後有人這樣推 令到它可以 就是可以justify 就是它要進行這些高科技的 農作業的方法 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用巴西做個例子 巴西是一個很好的成功例子 在巴西這地方 我們可以大量用高科技的種植方法 令到巴西的玉米的Coin 是很足夠 令到它們可以製造 足夠的生物的燃料 解決了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巴西的經驗 很多時候是被人這樣用的 給這些大財團成功例子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不了解 第一 在昨天所說 在衛星的照片看到 巴西這個國家 因為要種這些衰變 這些黃豆 這種單一的農作業 和動物的滋養 是令到亞馬遜河的熱帶越林 是不斷地縮小的 至於說 用這些大企業的製作方法 令到它的產量增加得很快 其實背後有些問題 它們不說出來 第一 為何在巴西用這種方法成功呢 第一 巴西的雨水是很充足的 在越大越林有很多充足的雨水 還有在這個地方的土壤 你加一些所謂的 我們常用的肥的化料 那個飼料 那個Fertilizer 通常是Lime 或者麟 這類是對那個 熱帶地方的土壤 是可以在短期間 有促縱產量的效果 但是我們知道 和其他國家的經驗 這些全部都是短期的現象 很快再加多多肥料 其實都沒有用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魚量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 什麼會造成那個地方很多魚 我們在越大越南裏面 會看到好像濕濕落落一樣 就是你看也整天看到 整天都有些落雨 好像不停的咬系 整天都有些濕濕雨量 那因為呢 熱帶雨林裏面 是不斷的 是將地的水分 是排汗的排出去的 那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水分 是被那些森林的樹木 將它發揮去到大空 大氣空間 那跟著呢 是製造大量的雨量的 那這些這樣的雨水 不單止是 就是落在巴西附近的地方 其實很多其他國家 都是受惠這些這樣的雨水的 好了 如果我們不斷地 將這些這樣的熱帶雨林 來破壞它 你發現將來 那個森林很快就很乾旱的 那他們經驗試過 當一個森林一乾旱 是很容易出現森林大火的 那很多時候 在兩年之內 整個現象就會改了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不斷來破壞 好像巴西爾那樣 那個熱帶雨林不斷地破壞 那很快呢 雨水都會不夠 很快呢 本來很肥沃的 所謂熱帶雨林那些 那些土壤呢 是加少少淪 加少少一些 辣 那些鈣 那些鈣 那些方面的肥料呢 就可以增加它生產量 其實很快就會停止了 那就是 我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過去歷史裏面 經常都看到這個現象的 初初我們工業革命之下 大來是工業的 即是那些化尿 用那些 Fertilizer這方面 來增加我們的生產 很多時候是很短暫的 那好了 就算說現在這樣 在巴西這個例子 那他們都是需要大量的輪 那方面 那輪這方面呢 在我們近年的資料發現 全地球上的輪的儲備 其實已經到了局限了 那已經出現了 peak phosphorus這個問題 就是好像 油去到頂點 其實輪呢 也都是去到頂點的了 那就是很快 那輪呢 都會不夠的了 那一不夠起來 也會越來越貴 那就是出現現象 一式一樣 就會重複出現的 那所以 巴西這個例子 是很多大財團大公司 一向呢 就用來呢 是當它一個成功例子 認為呢 我們應該呢 是走回高科技的 用這些那個 那個 基因的 的 就是 研究出來的 那些這樣的 種植方法 那些種子呢 是可以解決人類的糧方問題呢 其實這個是 是很片面的資料來的 真真正正 長遠的 後果呢 根本是他們想都沒想過 那當然啦 那麼這個糧食的問題呢 令到我們又開始反映了 到底哪種種種植的方法呢 最可以持熟呢 這樣 因為既然所有的資源 都有它的盡頭那一天 油有盡頭 輪都有盡頭 Portage 另外一種 Fertilizer 也都有盡頭 那就是很明顯 我們要 即我們不可以只有一種這種方法 即是我們現在生產糧食的方法呢 在將來一定滿足不到人的需求 沒錯 即是這是一種one way street 知道嗎 我們一邊用主意的方法 一天就遇到 我們生產不夠糧食 現在要叫餓 甚至因為糧食 可能會引發戰爭 沒錯 所以那個很明顯 那個解決方法 就不是走這條路 是吧 解決方法 就是有沒有辦法 做一種 所謂可以長期 可以持續的 跟作方法 那我們人類 一向都是用這種方法 以前我們未有工業 工業發明 之前未有這些高科技 發佛我們在不無窮盡 然後大量來發佛我們 地球的資源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 當地性的 自給自粟的方法 來產生足夠的糧食給我們 所以另外一派的 也可以說是環保分子 Greenpeace 他們都經常很強調 其實我們真真正正要探討 就要探討這種 傳統的種植方法 是一種可以循環再溶的 種植方法 其實一向都有 對 我們有休假 例如有一個地 開花四份 其中一年加一筆 有一年就有一筆 就是休假 讓它養回養份出來 是的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或者我們叫Permiculture 例如你會飼養某種種植物 中國有幾千年都是這樣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考慮點 就不是說 用這些高科技的 基因的食物 Bio Technology 這種生化科技 生物科技 因為 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他一人說 傳統的這樣的方法 其實就是 舊 還有片面的資料 是沒有真正價值的 有些是用這個 的 對付這些 大機構的高科技 的種法 因為始終 這些高科技 基因的工程 做出來的 科技做出來的 背後的問題 是多少 是影響的 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得來的資料 都是很多時候 都是很片面的資料 是吧 表面好像現在是可以的 長遠來說 其實很多人已經指出 很多很多的問題 是完全未經考慮到的 好了 講返巴西 巴西的總統 其實他也要維護 政府 在不斷破壞 熱帶與臨的角色方面 但其實巴西 一直傳統以來 在哥倫比亞 未到的時候 古代的文明 一直用了一種 這樣的方法 在西班牙語 叫做一種 叫做黑色的泥土 叫做dark earth 那原來這種泥土 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它是用那些碳 那些 charcoal 是 和那些糞便 和有機的廢物 是混在一起的 那我知道 碳是一種 很多 凍毒 是不斷可以吸收一些東西的 我們知道 有些人吃中毒 吃錯的東西 一種解毒的方法 就是喝些碳粉 例如土坡 喝些碳粉 因為碳本身 是可以把那些髒的細菌 是可以幫你吸收到的 我們淚水那方面 大量的淚水 有時候都用碳 而新的用竹炭 發現效果更加好 即是說 原來在巴西 傳統有這種方法 這些是製造出來的肥料 是根本用來賣回來 是當一般人在家裡種花用的 即是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用這些 因為始終這種方法 是可以循環作用的 所以有些做法 已經製造一些特別的廁所 是將我們那些尿液 再重新用 因為尿裡面有很多鱗 即是說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應該重新檢討 過去 我們用了這麼多千年的 農間作的方法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我們的答案 當然 我們現在吃糧之所以這麼便宜 其實主要的原因 不是它真的這麼便宜 可以做得到的 主要原因 根本很多政府 是不斷補貼這些農民的 因為始終任何國家都知道 每個國家都 食物是很重要的 食物不能完全靠外面的 所以寧願保持那些農夫 是叫它繼續耕種 是好過令到那些農人 因為食物的價錢太少 那它就不做 那整個國家要完全靠外國的食物 而外國又是津貼著農夫的農業機構 所以整件事 根本我們的食物 是不應該這麼便宜的 老實說 根本是不應該這麼便宜的 只不過我們是不斷地津貼著它 可以看到 在將來來講 真正正 我們食糧的供應 都是需要很多人手去做 那要跟我們的大自然 大家要合作 就不可以對抗大自然 還有你知道這裡 這一家其實 你知道最有效的蛋白質 其實不在動物裡 最有效 人類最容易吸收蛋白質 最無害的蛋白質 不在動物裡 是在昆蟲 是 除了吃白蟻 我吃到白蟻的蛋白質 對我身體比吃牛肉的蛋白質 還要有效 知道嗎 是 已經做了很多研究 發現很多的昆蟲 有很多的 有些昆蟲很肥肥肥 我看過那些 最容易養 是 又不用捻本 是 是否容易養 我不知道 很容易弄 弄一些种类就会生白艺 但白艺现在有些人会炒 我的论点是 我们现在不反对人类追求肉类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是真的需要 我们身体是需要蛋白质 有些人是 有些人的身体体质 但我们需要蛋白质 未必一定要从动物拿出来 牛啊 猪啊 因为用动物拿出来 你刚才也知道 是非常不经济的 用很多植物才能鑽到 那么多的蛋白质 其实趁这个时候 大家要检查一下 大家要看 人一定要吃东西 没得谈的了 但如何去满足我们社里的需求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John Robin的书 已经成十多年前了 这个书是很暢销的一本著作 说得很清楚 我们只要将我们吃肉的习惯 至少西方文明国很厉害的 中国人现在开始多 吃肉的习惯多了以前 一向都不多 如果我们只要 我现在在下一代那些 你请他 你叫他吃东西 他又想什么鸡腿 但是很多十元只中吃pasta 只是吃通粉 吃饭 豉油拌饭 有很多鸡腿 一些些 有些人的体型 就喜欢吃肉的 有些吃淀粉质都很多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一般吃肉的习惯 能够稍微减少十分之一 已经可以解决了所有的良方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 很多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 亚洲和拉丁美洲 其实他们是开始 就是所谓经济开始到 开始好到些人 是开始有能力 有消费能力 要他们是 就是维持他以前 小肉的生活习惯 其实都比较难 在美国 在Carnel大学 有一位John Collins 这位 一位世界级的营养学教授 他做了一个研究 就叫做China Study 这个在营养学里面 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因为John Collins 这个Professor Collins 是一个世界级的营养学 他没有什么人不懂得他 他就和中国合作了 那当时的合作是什么 怎么开始呢 原来周恩来自己是癌症过身 周恩来临死的时候 他就派了一个指令 他就想知道一下 到底癌症和食物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于是乎 这位Carnel大学的教授 和中国有几位的科学家 大家合作 就是检讨一下 中国各地方的人的饮食 和中国人所患的病的关系 那结果发现是很清晰 是很清晰明显显示到 中国的市镇或者村落的地方 他们食育的愈少 患癌症是愈少的 这是一个很震动 也很清晰的研究 叫做China Study 我相信读过营养学的人都知道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事实 那很明显 中国的食育的习惯 如果不断地继续下去 或者改变下去 很快中国人这方面的癌症 一定会再一直 和以前做研究的时候 是会大大不同 会增加很多 那现在患癌的人非常之高 差不多2.5个人里面 会一个人有癌症 三个人有一个人会死起癌症 那这个是和我们的食物 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我想再 刚才说过营养学 如果你问每一个医生 一天吃多少餐 你那个医生会怎么回答 一般都说过三餐 是吧 但是三餐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天三餐 一天四餐 一天五餐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吧 哈哈哈哈 我最终被我找到 是 我问了很多年 没有人回答我 很简单 是 是 我行了几千年 只有一天吃两餐 是 朝食和晚食 因为是农业社会 你去耕田 你去耕田 你早上吃了东西才可以耕田 是 是 你早上加了田 回家吃东西才能睡觉 是 早上吃和晚吃 但一到工业 一有工业化 就不同了 他就要三餐 因为工业化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做纺绩 是 是 纺绩的纺绩 是 是 是 原来是每八个小时 就要去停一停下机 换一换 是 所以他二十四小时 就分三班 八个小时 就要吃一餐 那三八二十四 今天晚上 是 是 变了 一天三餐 二十四小时 有三餐 是 后来变成一天三餐 你很肯定是这样 是 哈哈 我们从来没有人讲究 罗马帝的时候 是否一天三餐 我们没有人知道 朝食和晚食 始终可以理解得到 因为 你去种耕种的地方 可能都很远 去到之后 难道就马上回来吃 吃一餐 再走远 再耕种 去到之后 就快鬼市搞那么多 或者担饭 现在的人 你问医生 那医生都不知道 但是 但是我又不明白 那医生 你问医生 现在你在哪里知道 要一天吃三餐 因为他的老师 告诉他 是 你问他老师 为什么 他老师的老师 告诉他 是 如果这样说 挺有趣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 一天吃两餐就够了 人人不同 有些人可能一天吃四餐就可以 有些人可能一天吃五餐 每天吃一餐都可以 人人不同 但是我们现在 化卖 整个 因为全球化之后 所有东西都变成要同一个轨迹一起行 是 不会有多样性 是 我自己发现 如果我早上九点十点钟 吃个早餐 早餐月露素饮品 油加了 一下子香蕉 我一直都可以做到 下午五点钟才开始饿 如果我那天吃了饿之后 基本上 吃晚饭我根本都不饿 即是我的身体 真的两天搞定 一杯东西 还有四五点钟吃点东西 那就可以了 我发现 原来我们吃饭的时间 很多国家都很不同 原来 在巴西人来吃晚饭 吃晚上 吃晚饭 你通常是几早吃的 巴西 我不知道你给我吃多少 巴西好饭吃的 是 九点左右 因为他之前要吃饭两杯 聊聊天 他说约吃饭 你都想着我们中国人 习惯了 七点八点吃 他们说不是的 人们大概九点十点才出现 然后喝点东西 到十一点 十点十一点才吃饭 我说 哇 吃了之后就立刻睡觉 我经常以为不好 吃了之后就立刻睡不好 还有你吃到这么晚 可能吃了十一点 可能吃了十一点 那么 翌日之后都要几点上班 他又是很早上班 我看到 我经常以为 八点吃早餐 十二点十一点 吃午饭 四五点吃下午茶 到七八点吃晚饭 其实 都是 不是一个 必定的 习惯 但是呢 你现在问了所有人 必定是那个标准答案 哈哈 那也都可能 有些人 就是这种 这样的次数的默度 可能都是 有些人 自自然 八点整成早餐 到小点都开始饿了 那他吃点东西 那他吃点东西 那吃点东西之后 可能那些人 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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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饭的 到四五点钟 要喝点下午茶 可能都有的 可能那些 年轻一点的人 可能他生存代夜快 他可能有这样的需要 其实很多的习惯 都不会无中生有 可能有些 生理上的需要 不是 我现在说的 你现在我们 吃东西这么简单 其实已经是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系统 是控制了你 你根本是超越 这个系统 是超越了你身体的需要 是 那就是很明显 因为我们要用不同的身体 不同的需求 去适应一个制度 是 是 那你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肥胖的问题 大家有机会去美国 你看到那些肥人 就会吓死你 八万之四十的人 都是痴肥的 那你看到 美国吃什么东西都好 都是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drink all you can drink 都是逃避的 不是的 你走去那些 吃什么都是的 你会吃披萨 吃披萨 你吃那些 比如某些东西 你会吓死你 所以你看到 有一个Documentary 叫Super Size Me 就是说 那些人吃漢堡包 只吃漢堡包 会令你的身体 退化得很厉害 这个人自己做这个实验 这个制作人自己做这个实验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们那个 糧食的问题 不单止是糧食够不够 我们人类的 很多健康问题 都是跟我们 怎样吃法 吃什么东西 是息息相关的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都讲到差不多了 那下个星期再继续 好了 拜拜